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 张晨 认识 是个农民 有想法 有技术 是个能源 他们种地种得很好 很先进 我就是张晨 是我们村第一个用北斗种地的90后 好多人说呀 人生有两条路 追梦和回家 而我呢 把他们变成了一条路 回家追梦 小学生回来还种地吗 上回学生 一开始我叫张晨 和种地底我小铺 刚回来的时候呢 有人说啊 你说这20来岁的小姑娘 好不容易工上上大学了 这又回来种地 但是呢 我觉得种地 也是可以充满激情的 牙手我先看看前面这个电脑上的数据啊 你们在后调着 我先把这个 咱们这个导号系统开机啊 网络信号 满着的 咱们后边收割完了以后 还得悬羹 现在就把悬羹这一块 机器都调整好了 是吧 小时候嘛 我爸妈呢 那会儿基本上都是靠人力去种地去 我这做地头就想 你说这要是有个种地的机器人 他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2018年 我关注到了有一个政策 河北省的农作物全程机械化项目 扑拉机上 播种机上 还有咱们联合收割机上 都加装了无人驾驶设备 到时候开着挺啥的 你知道吗 大家都看 飞机都要无人驾驶 我去拿家伙去借个钱 有点像咱们也听说过 这一辈子咱看牙了 这不是一旦心弄人吗 弄也心弄人 陪过啊 从零开始的时候也有 当时就是15年那一年大汗 眼巴巴地看着苗就都汗死了 头的那三四百万也全都赔进去了 也确实不甘心 我爸就说 闺女没事 咱们还年轻 失败了就是从哪跌倒 从哪爬起 土地它是不会骗人的 庄家它在生长 我也是在不断地成长 这个就是我们的农机仓库 现在我身后的这些农机呢 都已经加装了 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系统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拖拉机 都能实现无人驾驶 看看有几台车需要保养的 它是给拖拉机上加装了北斗 它能够匀速地去行驶在地里边 误差呢也是不到三厘米 下种量更精准 当时我是村里第一个 就是用这个技术的 我就觉得我这梦想也成真了 三十斤导舟 在发掌机里的第一个 用北斗导 这就是我们用的机器人 看着我这个无人机 大家都不会用 那会儿他们就说 接受不了这种高科技 自己就硬着头皮自己学呗 是吧 这个呢就是我们农机上的一些操作证 其中这一个呢 它是一个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 那我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质保无人机的操作证 现在我们自己成立了这个农机 这个是不愿意做的 这个词 这不是不愿意做的 这个是不愿意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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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我 你看我这一遍 这个是不愿意做的 那么不愿意做的 我这种词 你用这些词 那些词 我没什么 我开头 Zither Harp 现在我们注册了自己的品牌 他们要了60斤是吧 下几个上屋整出来 小屋两干了一会儿送过去 我们的面花原材料 也都是自己合作社动植的 这都看上来了 把这个先撞上 然后我再搬一层放这 现在我们上锅蒸的 这是汉碱麦面花 像咱们这个汉碱麦 它是在盐碱地里边生长的 它要比普通的小麦 口感更好 而且营养成分更高 不是压压的出不了 就是满娘们的两会儿 我今年把我们的汉碱麦 带上了两会儿 让我们这个面花 走到了城市里边 现在我的面花 在市场上特别地受欢迎 做这个事的时候 其实我是想着 能够带着大家 我们家们一块儿挣钱 人家整个凉身碗碗签 满足 非常满足 对于未来 智慧农机 品种筛选 还有技术管理 我们都能够推广开来 让更多的人受益 这片土地 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支撑 我们所有的付出 都是在这片土地上 得到的回馈 我叫赵燕斌 是张家主持 不远显 闪电和强 石头区区 岛支部书记 万宝村建设了 第一个东南智慧大湖 我是梁卓 这里是保定市定兴县 高丽镇长安城村的 梁峰小月 鱼菜共生养殖基地 也是当地第一个 鱼菜共生养殖基地 我是孙涛 是景县新丰合格社的经理 我在洪水市景县 王千寺镇 我们合作社是景县 第一家使用 智慧农业管理技术 我是牛星长 来自邯郸市 广桃县栗栈栈村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 用智慧农业平台种田的人 大家好 我是田浩 来自保定市 府平县 石家列乡 石家列村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 在数字化股原工作的人 我是李贤红 来自于 兴天市 林林县 北乡北乱 我是我们村 第一个是用无人机 捧杀浓药的人